大家好,我是Tobi 很多粉丝告诉我 在中国的德国车都在烧机油 他们问我,Tobi在德国 你们德国车情况怎么样? 你们的德国车也烧机油吗? 这是我们的小白 德国人自己 messen ölstand,这很正常的 messen selber den ölstand bei euch? 我们把它拉一下 在这里有两个 markierungen 先把它处理一下 然后再把它放进去 到最底下 然后再把它拉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Level在这里 这是至少 这是很好 所以现在我们的机油 也不是太少 但是也不是够了 所以我们讲一下吧 烧机油其实是很正常的 在德国也有很多车烧机油 原因很多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 Betriebsanleitung 在这里是写的 开1000公里 不超过0.5升机油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超了0.5升 你的车有可能有点问题啊 在德国烧机油的情况 相对来说 我觉得不是很严重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们在德国开高速比较多 堵车比较少 所以我们的车速比较快 还有路况很不一样 小白 还有一个小问题 前照灯 坏了 这种原装配件都可以在网上 或者汽车潮时买 所以今天我带你们去看一看 汽车用品商店 一般的气质配件都可以在这里买 戴口罩 很多的鱼刷 鱼刷比如这个 这个也要 一个要30欧 可能我去4S店要花50欧 但是我自己花了一分钟 我当然自己喜欢 好久不见 今天要买这个 今天特别的 原价35欧 现在85欧 如果我去4S店的话 要换这个灯 可能要花100多 这个有 就是 寻水台 寻水台 如果里面有的话 最重要的是你的车 有这个 这个 这个号码 Approval Bike Game Fidice Nummer 这个是 Audi和V的 504 00 50700 这个小瓶 医生要23欧 但是这个金钱我们不买 因为家里有很多 我网上买了 医生 8块 这是中国的汽车凉喜吗 你要买一个吗 现在还太冷 是 是 是 价钱快来 我觉得在德国 这一点特别好 你可以 所有的 配件 在网上 或者 汽车商店 自己买到 不用去 4S店买 我们德国人 特别喜欢 动手 特别喜欢 自己 修车 我在网上 看到 一个研究 三分之一的德国人 喜欢自己 亲手 修车 比如 换 轮胎 换灯 换 鱼刷 什么什么 这些我也能做 问题 所以不大的话 我都可以自己买 比较专业的问题 我还是会去电力买 有些人 自己修车 是为了 生钱 有些人 是因为 感兴趣 我自己修车 是因为 我感兴趣 生钱 所以我给你这些 好 啊 它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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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了 好 你把这些 这些 一样 咱 咱 然后 你把这些 脑袋拿出来 知道吗 好 然后 然后 拿着 新鲜 好 第一个换好了 第一个很困难 但是第二个 现在我给你五分钟 好 开始啊 我的中国的朋友 也问我 诶 你们德国人 也去4S店吗 我告诉你们 在德国 去4S店 平常是 有卖新车的人 因为他们都要那个 银杖 这个叫 Sekerv Gipfling 卖车的时候 就比较值钱 但是我的车 已经12岁了 还是我不想卖它 所以 我要修它 我肯定去一个 freiewerkstatt 可以 省钱 拜拜